各位好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 凤凰全球连线我上书 2021年即将画下句点 然而俄罗斯和美国在俄乌边境的心领博弈 却依旧难分胜负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30号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就乌克兰局势通话 白宫表示这次局势适应俄方的邀请 然而无法具体说明普京为什么要求通话 虽然俄罗斯从边境撤军1万人 然而依然无法打消 外界对俄罗斯可能进攻乌克兰的担忧 俄美双方一个月之内两度援手通话 而明年1月10号 双方又将举行实质的会谈 这一系列外交接触 是否说明普京以战逼谈的策略已经凑效 俄罗斯持续半年的边境施压 已经将乌克兰的爱国主义情绪点燃 最新的民调显示 全国三分之一的年轻人表示 愿意上战场为国而战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更表示 不排除西方在乌克兰掀起一场小型战争 既满足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 又可顺势而为制裁俄罗斯一举两得 这是真的吗 今天晚上全球连线 克里米亚现场有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卢语光 华盛顿现场请到美国克里斯多夫 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孙太一 北京直播间有中国社科院 俄罗斯外交研究室研究员江亦 三方连线分析 美俄心理战舆论战 步步加码 这回美俄元首通话如何较量 景茂金的这项报道 早在12月4号美国情报机构研判 俄罗斯预计集结17万大军陈兵俄乌边境 之后乌军紧急调派兵力 28号媒体消息称 乌军总计约21万人 预备役人员也激增至10万 国内扩大征兵范围包含会计师律师等职业的士林女性 也需要提交兵役登记 以成为后备军力 海上的另一双眼睛也正虎视眈眈 向乌克兰提供了6000万美元军事装备的美国 宣称已经延长了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 在低中海的驻流时间 美国显然已经做好了会谈和威慑的两手准备 风声鹤唳之际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30号 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 这是俄美领导人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通话 1月10号双方也将举行面对面安全会谈 预料拜登在本次通话中将重申 若俄罗斯采取行动 美国将迅速采取经济制裁措施 但外交仍是优先选项 俄美元首通话前一天 布林肯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 讨论和平解决乌冬冲突的努力 和即将与俄罗斯进行的外交接触 白宫官员称 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 美国已经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额外供应武器 然而美军的盟友似乎没有想象中牢靠 英国媒体引出消息人士透露 英军指挥官已经制定了相应计划 一旦发生武装冲突 英军将迅速撤离到波兰 此前英国也明确表态 北约不会派兵乌克兰 针对如今的俄乌局势 俄方开出条件 提出同北约和美国的安全保障条约内容草案 草案包括排除北约进一步扩张 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 放弃在乌克兰等地的任何军事活动 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超过一万名的俄罗斯士兵 在俄乌边境附近结束演习 已经撤走 普京的欧洲起居并不止囊括 陈兵边境一环 乌克兰的邻国白俄罗斯 在同波兰边境缓解的难民问题之后 总统卢卡申哥带着一篮子白俄美位 吩咐俄罗斯会见普京 在进行了兵球等各种社交项目之际 普京与卢卡申哥同意在明年2月或3月 在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 援手通话 俄美谈判存在哪些空间 缓缓相扣 俄罗斯仍有哪些后招 风声鹤立 俄乌局势将向往何方 现在弦上草木皆兵 好 俄罗斯和乌克兰究竟会不会开战 是目前国际舆论观察家 辩论最激烈的一个话题 也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心理战的一个焦点所在 马上就要进行美俄援手通话了 邀请各方嘉宾和记者做深入分析 首先邀请的是 在俄罗斯的记者卢语光 语光您好 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多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和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通话 乌克兰局势是焦点 对于这次通话 你有哪些最新消息 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昨天发布信息说 今天晚上莫斯科时间23点30分 俄罗斯总统普京 邀请美国总统拜登 进行视频的连线 我认为俄方提出这个要求 主要是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 俄罗斯已经向美国和北约 布鲁塞尔和华泽顿提出了有关 北约东扩的 限制它这个东扩的一些具体的条件 而且呢 希望这个北约组织 不能吸收前苏联国家 加入它的一些军事组织 但是后来我们又读到了 关于北约律所长 佟贝格他表示 1月12号邀请俄罗斯参加 这个和北约的一个对话理事会 但是俄罗斯到现在的位置 不没有答复给北约 有很多专家这样的理解 就是说 俄罗斯希望和美国先达成一定的共识 然后才和北约进行对话 因为俄罗斯安全秘书第一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讲 北约完全是个跟辟从 就是跟着美国后面下呼 所以俄罗斯希望和美国先达成 一些军事的共识 但是呢 美国人也是间接地透露了 有关彭贝格说 俄罗斯希望乌克兰等国家 不要加入北约 能够与北约不能达成协议等等 彭贝格说 这不是俄罗斯要考虑的事 这也是北约考虑的事 不是你俄罗斯早就的事 所以呢 美国总统拜登 在上一次视频中 一直希望俄罗斯 保持边界的这种缺减兵力 不要给这个乌克兰 包括北约造成很大的 这个心理压力 俄罗斯做了 你看我们12月 我们这两天在采访 俄罗斯全部 从野外的这个输赢地 全部退回到了 自己永久的作杂地 一个是过境 另外一个我觉得 和今天晚上普京 要和拜登聊的 有一定的关系 俄罗斯17万场军 我从这个 普斯科夫一直走到了 今天的新菲罗伯尔 所有的也在营地 基本上 我们去采访的训练场 俄军都撤离了 应该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 俄罗斯的一个 妥协的态势 那么现在就轮到美国了 实际上这些部队撤离了 你说要回到他的这个 边境地区 阵地 也就是半天时间 快得很 这是在俄罗斯近年 他自己激动得非常快 这些部队 有一定的实战经验 打过车程 是吧 有一定的冬季作战的经验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晚上要谈的 还是俄罗斯总统 北京和美国总统拜登 来具体来对俄罗斯所提出的 一些协议的内容 不是说开始谈谈吧 主要是统一元首之间的 这种看法 基本的看法吧 不一定俄罗斯 这个向俄罗斯外长拉布鲁罗斯讲 不一定就是俄罗斯提出的所有要求 都能够这个得到美国方面的同意 但是呢 双方要有妥协 才有谈判的推进 好 谢谢雨光 就这个说法来继续请教的是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政治科学系的助理教授孙太一 太一刚刚雨光在前线 他的观察解读认为 俄罗斯前线撤军 是一种妥协的表现 接下来把求人给美国 看美国做何反应 您对这个解读是否同意 另外对于俄罗斯 是不是真的要入侵乌克兰 其实俄罗斯方面是一直否认的 不知道美国方面的判断如何 你们对于接下来要展开的 这场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通话 作何解读 首先我们要知道 俄罗斯它东正教的圣诞节 在1月7号 所以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撤军 很大程度上 可能也是让这些士兵 能够回家先过个节 那过节之后怎么样处理 刚才雨光兄也提到了 如果说他再把士兵调到前线的话 其实并不困难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 他可能仅仅是谈判当中 增加了一个筹码 也就是说俄罗斯并不是咄咄逼人的 那如果说北约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 咄咄逼人的话 俄罗斯是可以采取行动的 那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这次通话 其实普京方面是主动提出要求的 那拜登方面 他立刻欣然接受 这其实也反映了拜登 他这些思考和目的 那首先呢 拜登是希望能够获得实质的信息 因为美国这边非常担心 俄罗斯对乌克兰突然动武 而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呢 美国认为实际决策权 是牢牢掌握在 元首普京一个人的手里的 所以呢 要了解俄罗斯的真实意图 探探口风呢 就必须直接与普京互动 而虽然美俄接下来 还有1月10号 12号 13号的 三次高官互动的机会 但都不是元首级别的 10号呢 是在日内瓦的双边会谈 美方呢将派出国务院 国防部和国安委的官员 12号 13号呢 分别是俄罗斯与北约和欧安组织 在布鲁塞尔和威也纳的会谈 所以要了解情况 拜登需要有些互动 这个以外的这样的契机 那第二呢 是除了获取信息之外呢 同样的逻辑 美方认为要能真正影响局势 也必须和普京有所互动 因为其他高官之间的互动 大家回去也只是 向各自的元首汇报 由元首做出反馈和决策 那既然是这样 不如直接去影响 对方元首的决策 以避免在传话当中 一些意思被歪曲 那第三呢 拜登也是为了在内政上能加分 拜登在参加总统大选的时候 就一直以自己在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深耕多年 有极强的外交能力 和极深的经验自居的 那但上台之后呢 他在外交上并没有能 很好的获得美国人民的肯定 民调受到阿富汗撤军不利的影响 还一直跌入低谷 所以呢 即使是高层官员能解决的问题 拜登也希望能自己亲自上 万一问题解决了 能在外交上加点分 万一不能解决呢 反正民调已经在低谷了 也跌不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认为 美方要直接与普京通话的 三个主要的目的分别是 获取信息影响局势和内政的考量 好 听起来啊 其实美国现在对于俄罗斯 到底要不要打 还真是吃不准 要不然就不会那么快的 欣然接受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这一个对话的请求了 好 所以呢 现在大家对于判断俄罗斯的真实意图 就是关键所在了 那在北京直播间的 俄罗斯问题专家江亦先生 您的分析 俄罗斯真的想打吗 还是以战逼谈 我认为现在俄罗斯的整个套路 应该说还是在以战逼谈 我们讲几个方面 第一个 首先大家现在应该很清楚的 记得11月份的时候 当西方媒体 包括西方情报机构 宣称俄罗斯大军已经开始云集的时候 俄罗斯官方的整个表态 认为这是西方的故意挑衅 俄罗斯的军队根本就没有集结那么多 反过来 包括扎哈罗瓦等人 也反而过来指责乌克兰的军队 有十几万人 集中到了靠近乌东地区的 这样一个距离 到现在 俄罗斯自己承认了 他的军队在往回撤 当然他没有说 还仍然有十几万的 这个大军的这样一个规模 但是他承认了 现在军队在往回撤 这一点应该说反映出来 俄罗斯是要打 原来是要做出一个 我想战 我能战 的这样一个姿态 来表现出来 加大对西方的一个压力 这是从他前期的 整个操作的这个过程来看 第二一个来看的 战争既然是这个政治的目的 那么俄罗斯如果对乌克兰开战 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以什么作为战争的一个终结的目标 是要把乌东地区彻底分离开吗 现在其实已经基本上做到了 还是要整个的占领乌克兰 乌克兰的国土并不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土 那么如果要整个占领乌克兰 推翻现在乌克兰政府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十七万大军虽然够 但是他要耗费非常多的精力 非常多的时间 包括一定的成本和时间 包括一定的成本和人员的伤亡 也不排除乌克兰的军队 尽管在正面战场会迅速地被击溃 但是乌克兰可能会开辟第二条战线 包括敌后的游击战场 这样会使俄罗斯重新陷入一场 矿日持久的战争不要忘了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游击队 包括反苏反共的游击队 从1945年停战以后 一直这批极端分子 一直到1952年才被彻底的肃清 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 俄罗斯能不能耗得起 重新耗那么长的一个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不管是它的技术层面 所表现出来的操作步骤 还是现在我们分析 它战争如果要通过战争 达到的目的的可能性来说 我认为现在更主要的 还是在以战逼合 那我想问如果是以战逼合的话 或者以战促谈 我们看现在这个结果 一个月之内和拜登谈了两回 这个在大国领袖当中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紧接着明年 又有连续多场的实质的外交谈判 从这个结果来看 是不是普京的这个strategy 已经是凑效了 那如果双方有得谈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俄罗斯 一直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底线 北约停止东扩 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这个不能实现的话 双方还能继续谈 那是不是说明 还是有可以谈的东西 你怎么看呢 他们会谈什么呢 首先应该说俄罗斯 这个从11月份 其实也不光是从11月份 应该从2022年 2021年3月份开始 乌克兰危机的第一次起来到现在 连续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施压以后 确实起到了这个效果 这种效果第一个是把美国逼到了前线 直接与俄罗斯来对话 大家应该记得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 美国尽管这个调门唱得很高 而且采取了一些实质适应的 对俄罗斯制裁的措施 但是整个与俄罗斯谈乌克兰问题 谈欧洲的问题 都是由欧洲国家出面 包括明斯克停火协议 是由德法两国出面 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 整个乌克兰的这个局势的问题 以及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 都是由北约来出面 美国很少自己直接出面 来与俄罗斯谈这个问题 那么这一次情况不一样 从今年春天开始 美国已经直接的来与俄罗斯谈这个问题 这应该说是俄罗斯的整个的 这一年多的这个战略 应该说成效的 见效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逼迫美国和北约 与俄罗斯来谈所谓安全保障的问题 所谓欧洲未来安全结构的问题 这是俄罗斯最关心的 也包括是普京这两分倡议中间 提到的关键性的要点 第三个呢 我认为俄罗斯尽管现在的这个开价很高 而且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两分倡议中间 有很多东西几乎是不可能来进行谈判的 如果来进行谈判 整个北约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尽管如此 要价很高 但是仍然能够谈 包括拜登在内 在上一次与普京通话以后 马上就放出话来 双方都放出话来 是双方领导人 很可能最近还要再谈 果然今天夜里他们两个还要再谈 那么下个月的安排也已经有了 这说明双方第一是双方有的谈 双方愿意谈 双方在这个现在看起来要价很高的这个牌面下面 还有很多可以妥协可以交易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呢 现在的尽管普京的这两个倡议中间啊 大家看到的很多的东西 表面的很多东西是不可能这个答应的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双方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可以通融的地方 这一点西方如果不清楚 也就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答应于普京谈了 嗯 明白 所以从这个来推测的话 其实双方虽然声量很大 但是你的分析认为双方还是有妥协和这支交易的一个空间 好 我们看到再来关注一下俄乌边境的局势啊 这个西方我们看到指责是 俄罗斯在临近乌克兰北部东部和南部 集结了超过10万大兵 而美国的情报机构更指这个兵力是达17万 虽然撤走了1万 但是还有10多万沉浸边境 这是不是真的 这个我们来看看本台记者卢宇光呢 他从27号开始就沿着俄乌边境一路观察 我们来问一下宇光来自克里米亚前线的 你的观察 现在在边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局势是否有紧张 我们从俄罗斯西部的普斯科夫 一直沿乌克兰边境1400公里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新菲罗伯尔 我们已经走完了将近100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 我们采访了俄罗斯第八集团军 普斯科夫第74师空降军 空降兵 然后呢我们又采访了第七进卫空降师 今天我们到了新菲罗伯尔 继续采访俄罗斯海军配海船队 我从这个普斯科夫开始走 我也都没感觉到 这个俄乌边境有任何的紧张的态势 老百姓生活很正常 部队呢从12月1号开始 进入到野外进行冬季训练 那么现在已经全部返回到自己的永久的作战区 边界我看不到任何的这种路兵摆阵的这个状态 而且我们参加了第七进卫空降军 第七进卫空降师 74师空降师 以及这个105对东欧所组建的这个专门的摩托化步兵师 参加他们的演习 我们今天已经发新闻已经发了第三条第四条 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到这完全是西方的炒作 但是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军力的存在 这是常态性的 能够看到俄军在这个地区 盯力所 它的战斗力 因为这些包括第105步兵师 完全是对付乌克兰而组建的 这支部队 加强了两个坦克团 你想想这什么状态 全是特战2B3 包括特80特90坦克 而且呢这支部队的这个 作业进攻的这个纵深能够达到150公里 他们部队上说的 我们也看到了这支部队 所加强给他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 S400防空导弹系统 配属给这个部队作为防空的这个状态 那么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整个俄罗斯也就是38个的团的这个兵力 而且专门配属他们一个S400防空导弹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通过这支部队能反映出 核军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备的 常态性的这种存在 我认为战斗力很强 乌克兰完全不是要对手 可以说在整个黑海地区的话 105顾兵斯的话 这个战力 不会比其他国家差到哪里去 能说 好好 谢谢雨光 其实在俄罗斯看来啊 很多这个边境局势紧张 根本就是西方的一个炒作 来在这个美国的太医 我们看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态啊 他认为这个不排除西方 要故意在乌克兰掀起一场战争 因为现在乌克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这个民调显示 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愿意上战场 为国捐躯 然后如果真的战争爆发的话 一方面可以迎合乌克兰国内的这种民意 然后另一方面又可以顺势制裁俄罗斯 打压俄罗斯的气焰 你对他这种说法怎么看 怎么看双方现在这种心理博弈 对 其实美方这边 他的对这个问题的判断 至少是公开宣传的内容 是和俄方的这个判断很不一样的 他觉得这个西方应该并不想主动 在乌克兰发动一场战争 那这一点呢 我们看这个美军从阿富汗的狼狈撤军上 就能看出来 而没有美国的后勤支持 北约其他国家也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呢这个事实上 美方的这边的他的态度呢 是觉得很可能是普京 嗅到了极佳的机会窗口 一来呢欧洲实质上的领导人 默克尔刚刚离任 这个真空呢 新上任的肖尔茨能否填补 什么时候能填补 这个是个未知数 法国的马克龙呢 他想接过指挥棒 但他自己也面临着几个月之后的选举压力 然后呢这个英国呢 也因为已经脱欧 并不能和欧洲大陆其他的国家 很好的去协调 而美国这边呢 拜登对在面对这个疫情啊 通胀啊 党争啊 这些三重压力的时候呢 好不容易才从阿富汗脱身 并不想卷入一场新的纷争 而且这届美国政府很明确 外交上的重心在印太 另外呢中美之间的竞争加剧呢 在美国看来本身就让俄罗斯 获得了很大的喘息机会 所以这些原因呢 他们认为普京是有动机 采取一些行动 寻求一些收获的 无论是通过战争本身 还是以可信的战争威胁来换取 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 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实质让步 好 所以这个双方真的还是在一个 心理博弈和判断互相摸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大家忽略了乌克兰这个变量 来我们继续来请教的是北京的江义先生 其实现在我们都在讲啊 这个普京和拜登如何在做心理的博弈和判断 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和军国主义情绪确实是燃起来了 而且乌克兰本来也有想要打压乌东分立主义的气焰 也不排除进行统一战争的 你怎么看乌克兰的下一步动作会如何影响整个俄乌局势 这一点其实正好也是俄罗斯非常担心的 为什么今年俄罗斯加大这个在乌克兰方向的这个压力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就是考虑到了目前乌克兰国内的这个力量对比 已经悄悄的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是由于疫情加剧了以后 这个乌东地区的这两个自治共和国 整个的治理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包括它争取民心 包括在稳定财政经济等等这些方面 并不是特别理想 而俄罗斯在这个里头现在予以他们的这个援助 由于俄罗斯自身的这个经济的问题 也确实最近这两年略微有一些减少 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 从力量对比上来看 乌克兰中央政府毫无疑问在逐渐的占据上风 特别是得到了北约的很多的军事支持以后 包括乌克兰军队受到西方国家的训练 不管是联合演习也好 还是与顾问人员直接派到联和赢一级 直接制定这种作战计划 以及帮助他们进行训练也好 也包括现在美国的一些私人的雇佣军 就是武装的这个雇佣军的这个顾问 也已经到了乌东前线 这一点所有这些都在加强乌克兰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很担心就是泽连斯基政府 包括他执政也已经马上两年了 已经过半 要拿出政绩的话 那么乌东是作为 可以作为泽连斯基的一个政绩的 所以俄罗斯很担心 泽连斯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会铤而走险 会冒险 一旦乌东的战火重新燃起 那么就让俄罗斯届时会很难选择 好 三方都有可能铤而走险 这也是这个下一步发展的精彩所在 去一下广告下就回来继续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 俄美领导人通话之前呢 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凯申科 昨天率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来进行会谈 双方出来加强军事合作 白俄修改宪法允许在境内 重新部署核武器 也是外界高度讨论的一个焦点 来江云先生简单讲讲 在这个时候 白俄与俄罗斯抱团取暖休憩一共 你看他们有怎样的一个战略意图 我觉得所谓的这个要在白俄罗斯 恢复部署俄罗斯核武器的这样一个说法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对西方 对北约可能向波兰转移战术核武器的 一个反制 这种极端情况下的一个反制措施 现在时机并不是很成熟 同时从军事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 这也不具有太多的这种实用性 因此更多的还是一个外交和政治上的 一个舆论战 明白 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来太一怎么看呢 接下来本来拜登的这个目的是 希望和俄罗斯发展可预测稳定的一个关系 之中经历搞亚太 但是现在欧洲可能会生乱 俄罗斯也在不确定的关系当中 接下来俄美关系如何发展 对 我觉得俄美关系在2022年 可能会持续的因为乌克兰问题 而进行博弈 首先它相关到美国的内政 因为美国非常担心 俄罗斯在美国中期选举期间 进行网络攻击 而乌克兰一直被美国视为 是俄罗斯网络攻击的试验田 而另外更重要的是 和中国相关的博弈 也在这个当中会展开 美国退役的四星海军上将 Starbrides 他就认为美国 这个中国会紧盯 美国对俄国局势的处理方式 来计算台湾问题如何处理 因为中方完全可以 以此来检验美方的战略可信度 并从俄罗斯应对 乌克兰局势的操作当中 掌握与美国对峙的手段和战术 如果拜登政府为了抽身东欧 而答应了普京提出的 一系列强硬要求 那北京为什么不能效仿 也向美方提出一些诉求 比如说让其保证 可以履行三个联合公报当中的 第三个也就是817公报里面的内容 并承诺一个具体的逐渐减少对台湾武器出售的时间表 停止美高官访台等等 其他一些美国在最近几年里采取的行动 也可以列入到北京的上官的要求当中 所以乌克兰虽然不直接参与中美俄三国的博弈 却是当前能够直接影响中美俄大国关系的重要支点 可谓是四两能拨千金 好 听起来明年还会是非常动荡 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 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前线的记者 卢宇光带来的精彩分析 谢谢您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